欢迎大家来到我的IOH 讲座 我们要多谢南京教导门的林经理送给我们一句话 他说人生的定位和努力是一样重要的 我们要多谢他 接着我会开始讲我今天的讲座内容 我今天讲座主要讲一下我的台湾留学生活和系的介绍 大家可以看看目录,看看我以后会讲什么 首先是我的自我介绍 我叫女仲林Ivy 现在大约中学毕业三年 现在正在大四 暂时决定毕业后定居去台湾 不回香港 如果要我认为自己 我会认为自己是真的文青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文青 英文青 其实英文系我会接触到很多文学 所以我是真文青 接着是我的高中时代 我高中是在粉林读的 在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 我的选修是历史、BFS和经济 大家可以看到我本身是上课人 最好读文科 英文系 RH经常问我们 你未来想做一个什么人 如果对我来说 我会想做一个对社会有什么影响的人 因为我经常都觉得 你不用做一个遗孕 只要做自己的本分 永远都会对社会有一个微影响 当很多的微影响 就会比起一个大的影响 我会说我来台湾的契机 为什么会来台湾呢 首先是我的DSE成绩 我认为DSE是下了18分 我那届是第三届DSE 其实我的成绩有没有说很好 有没有说很差 那时候其实有学校收的 但那时候收的学校又好像未如理上 加上那时候收是商学院 然后就决定来台湾读不同的东西 加上家庭因素 因为我家人比较喜欢台湾这个地方 他们会常来台湾旅行 可能退休后上来台湾定居 然后也都有一些重因素 可能令我倚园木掩 最后就是你的特殊树 加上自己也挺喜欢台湾这个地方 因为小学时 会常常看台剧 或认识一些台湾文化 觉得台湾这个地方也很好 如果留学的话 四年来说我可以接受到 现在是现实的层面,就是价钱的问题 大家知道香港读大学不是很便宜,要4万元一年 最便宜的是大陆,大陆不是每个人接受到大陆读书 可能环境不适合、不习惯、家长排斥去大陆读书 台湾可能接受性会高一点,除非有些人会考虑认受性的问题 但认受性我们全部都会说 其实学费不是很贵,是1.8-3万元一年 这个学费很多家庭都可以负担 你会多了一个考量去选择这个地方留学 我今天讲座的主旨是 你每走一步都可能是战战警警 你走过去,路就能走出来 虽然这样说好像很虚无缥缈 其实会觉得,因为大学是你定夺你以后人生的路向 其实你每一步都可能不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事 你可能会觉得很迷茫 但其实你只要走过去,路就会出来了 然后我会讲一下我的学校 我现在读淡江大学英文 现在是一个误打误尽的选择 因为我那一届很流行去台湾读书 其实很多对学校的资料都是你可能看学校网页 或者去问一下人 或者可能上网搜索有什么 其实我那时候会选择这间学校 因为它说它是私立第一 加上我那时候想在台北读书 所以就选择了它 我们学校其实是在台北市郊 它就不是台北市一边 但其实它在台北很近 其实大家都可能听过淡水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只有一支御人码头 但淡水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它是贝山面海 其实冬天中央有些冬 但夏天是比较凉爽的 大家可以看看折运图 其实折运图你可以看到淡水是终点站 然后在圆圈劍谈站 就是我经常说的私林夜市 然后台北车站就是市中心 其实它跟市中心有些距离 但又不会很远 又不会很近 其实它不是很远又不是很近 反而令到它的物价可能会低一点 但你出去市区又不会很不方便 其实我们学校的地理位置 在台湾来说算是不错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正门 这是学校的全景图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校园都很大 其实它是在一个小山坡上面 如果你在淡水招运站上去 是要乘搭巴士上去 大家都看到它后面有山 前面有淡水豪 附近有北海岸 即是台湾北边的海滩 其实它很多地方都可以去你休闲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学校附近的景点 学校附近的站叫北投站 那里有座山叫阳明山 阳明山上面的地方叫晴天江 晴天江是阳明山上面的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大家可能会见到牛 可能见不到牛 我不知道 然后你会去那里看风景 可能是野餐 这儿是台湾北海岸的景点 这样可以看到石和青苔 其实它是一个台湾的自然景观 它叫老梅石草 其实它在春天的时候 你会见到石头都长满青苔 其实它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周边环境 刚刚说了大的周边环境 现在我们来说学校附近的周边环境 淡水区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跟香港差不多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文化 不同历史 因为它以前是一个港口 然后它有些地方被人殖民过 这是大家很出名的淡水河岸的黄昏 这个地方叫洪武城 其实它以前是做过英国领事馆 做过西班牙的城堡 最最最最最最是被荷兰人同志 其实种种原因会令到淡水这个地方很特别 因为它会有一些很西方的建筑 不像台湾其他地方 它是很有人民气色的地方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菜 这是一个台湾的菜 叫做阿约 国语叫阿约 它是一个豆腐包着粉丝 上面抹了鱼汁 然后拿它蒸 它是一个淡水比较出名的菜式 淡水的地方真的很神奇 因为它是一个小海岸 然后有一个港口 所以它的菜式都比较特别 又要饱腿又要方便 就导致它有很多不同的发展 和一些食物上的文化 然后我就会谈我学校的特色 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好奇 究竟淡江是怎样的 淡江其实我们学校会跟你介绍 我有四个校园 如果大家来读大学 会主要接触到两个校园 我所在的是淡水校区 校园在宜兰 即是台湾的东北面 它叫做南洋校园 我们还会有不同的学院 不同的系所 我们学比较出名的系所是 国际研究、商学、外语 其实很多人都说 香港可能没什么地方可以读外语 除了BU或抗U 大家都很难接触到德语、欧语、西班牙语 但其实台湾很多学校都会有不同的语言去读 大家如果想读外语 如果可以多参考台湾大学 其实他们的CG都不错 读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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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校的校风是一个比较学术性的大学 因为在台湾有些大学分成实用性 或者是科技大学 即是实习读会比较多 即是真的出去实习 我们学校比较比较学术性 都是普通上堂 一个教授 很多人 我们学校有三大宝贝 我们学校有一个24小时的自修室 我们有一个24小时的电脑室 我们有无限的碳粉和白纸 学校很鼓励大家去学习 会有很多资源支援 我们还有很多台湾学学都没有 我们学校一定有次子 根本上你不会像小药帽子在身上 我们学校是一个比较国际的学校 我们学校很注重文化交换 我们有一个活动叫check corner 你会跟我们学校的交换生聊天 甚至是你跟本地人聊天 也有机会 我们还有些交换生 或是大三出国 台湾不同的是 他们叫大三出国 即是叫你自己给外地的学费 如果是交换生的话 可能有些条件 例如你要考到学校的分数 或者你要去日本交换 你要考到日本的预言检订 你才可以交换生 但交换生就是给台湾的学费 去外地交换 还有短期的camp 即是国际营队 比如说我们之前学校 跟慶禧大学和立命馆大学 去做一个交流 其实它会叫三国移动 即是你会去日本去韩国 去参加一些camp 然后回到台湾 你从中除了去旅行之外 也可以认识到不同地方的人 了解到不同地方的文化 然后就是大家很注重的衣食住行 因为淡水算是新北市 新北市和台湾市 就像新北市的大圈圈 包住台湾市的小圈圈 所以它的价钱和台湾不同 台湾市生法可能要100元以上 淡水最便宜 可能50元台币就能吃到 请说二 其实淡水没有什么地方买衣 我可以去哪里却 如果淡水的话 其实我们的图书馆也蛮好 因为你年一来到 你都不太知道去哪里玩 然后你又有课 其实你留在学校图书馆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学校有租借iPad给你 然后有一个非书资料层 它整层都是看电影 听歌 有节奏带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 例如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就是当有一本书 可能你在学校图书馆里找不到 但你很想看那本书 你就可以送电邮跟学校说 学校很想要那本书 你可以买进来 然后给我们借 其实学校一定会买进来 只要他买得到的话 如果在淡水区的话 因为我们没什么器权 倡机和香港价钱差不多 如果比较特别的话 他们很喜欢读球 他们十分喜欢读球 读球的话 你一张台有四五个人 读球的话 你可能最后一百多元台币 就能打到四五个钟 其实是很值得玩 而且是一个新尝试 你在香港很少机会读球 加上他们读球的球 其实是未读球 即是他们细胎的 玩法有不同 大家也可以过来体验一下 我们学校图书馆 图书馆其实很大 私立大学来说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 因为其实很少私立大学 会有一栋十多层的图书馆 然后到食物 文以食为天 我们在淡水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因为我刚才说到有二国文化 其实有很多外国人都住在淡水 有很多当地美食 但它价钱也很便宜 我们最常去就是学校的餐厅 学校的餐厅是美食广场 选择给食物 学校的做饭 是例如我方太多 那么就跟我们所认识的 比方做饭 说自助餐厅 学校的饭是有很多桌 同 secrecy 而装量的食物 譬如说,台湾比较特别的麻油鸡,八方云杂之类 学校附近有很多食物 淡江大学很出名,附近有超级无力的食物 学校做了一个小地图,虽然很粗糙 但学校附近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我自己会觉得,台湾的饭盒也挺好吃 他们会饭盒当正餐吃 不像我们饭盒会觉得,好像不太健康 他们会饭盒当正餐吃 我在学校附近有一间日本餐 这样吃下去,台湾很流行白饭饮庄 这家也是白饭饮庄 但最后价钱是百多元台币 你看到有带纸和蟹纸 其实整套很丰富 吃东西很划算 如果大家很想念家里的食物 很想念妈妈的食物 可能想念妈妈的食物就要自己煮 但如果不能煮的时候 我们附近有一间烧腊店 很出名的 它是一个香港人开的 味道非常相似香港 住宿舍 如果大家想住宿舍 但有时可能抽不到宿舍 如果抽不到宿舍 怎样呢? 可能就要租屋 但我想物价便宜很多 租屋大概是5000-7000元 有时可能你说 几个人住在一起 就会住三房两厅的普通房 可能一人一间房 然后分享厕所 有些可能不想 想自己一个人住 有些套房 一个比较小 可能百多尺 自己一个人住 然后有厕所 所以大家刚才也说过 接运 台湾最好流行就是 踩单车 台湾的系统 叫U-bike U-bike 只要一天卡 可以借单车 最初半个小时不用钱 如果你踩很久 便宜很便宜 有些短途 可能不想走 便可以踩单车 或者有很多巴士 或者迟迟连会轻轨 到宿舍 可能有大学五件事 上庄、住库、拍拖、读书 住库的话 我们学校有男库和女库 都是四个人一间房 如果大家要住库的话 其实要申请 因为我们学校人数非常多 我们是全台第二多人数的学校 仅次于台大 如果大家要申请的话 其实要记住 乔申明日和台湾申明日分开 如果申请的话 如果你是我们学校的话 只要透过港澳会 或者一些警户组组 他们会帮你申请入住 如果能收到的话 其实都是看运气 先说男宿 男宿是比较豪华的 他在一间房间、一个厕所 带四个人一个厕所 带四个人一间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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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男宿女人有点不好 他一套很贵 他大概三万元一个学期 但女宿是他的一半 三万元一年左右 他其实很远 你看到地图 我们学校在右手边 男宿在左手边 你只要行15分钟 才可以到学校 然后是女宿 我当时大一住了女宿一年 女宿的门口就是这样 他在校内里面 所以要去上学很近 然后是女宿 他在一间房间四个人 一层一个厕所 请到厕所好像很多人 对 很多人 他有三十多间房 一层一个厕所 之后大概有十格洗澡 和十格去厕所 其实他会比较多人 要排队去厕所 或排队去厕所 但我觉得都是宿舍生活之一 因为你没有住宿舍 你不会学到 如何和别人生活 或者如何牵就别人 你会看到 其实女宿的床 上面是床 下面是桌 男宿的床 他们有轮架床 桌是分开的 然后我的女宿生活 其实我的房间 到现在都是同一班房间 其实你在宿舍生活 我们不像香港话 可能有磕装 不会有磕的社团 就是club 但是 我们会有很多交流 和沟通 跟宿友的关系很亲密 有时会去旁房 敲门 有没有食物 有没有维他奶 有时会隔两三间房间 可能会去旁房睡觉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宿舍生活 那也是 我们的淡光英文 我是淡光英文系 其实它有不同的出路 和不同的方向 其实全台湾英文系 主要分应用英文和纯英文 有些学校会叫外文系 我们学会常英文系 常英文系 就是应用的课程会少些 可能会少些听写读书 可能会比较偏向文学类 或者有些翻译 或者有些其他的课程 如果应用英文的话 可能会教你应用上 比较多文学 可能会少些 如果大家真的想读英文系 如果有心理准备 可能会读比较多文学作品 其实大家都会问 为什么在台湾读英文 那么奇怪 台湾读英文 最主要是 我当时有想过 就是 因为香港人普遍的英文能力 比较好 如果你在香港读英文过去 当然识字很好 但是你没有想过 其实在台湾读英文 你可以学到另一款英文 就是他们的美式英文 同时 因为台湾人很依赖翻译 其实你在台湾读英文 你会学到很多翻译技巧 以后出路可能会更多广 英文是否很简单 难不难 其实是否厉害 其实英文是台湾的 要看哪间学校 有些可能认称性不太高 但你只要选一些出名的学校 例如国立学校 也可能比较有保障 如果是私立大学 可能是在台湾那几间 如果淡江 我其实算是私立大学 头几名 它历史比较悠久 其实它的认称性 在香港也有 其实不少诗英诗者 导演淡江的提索 在香港也有找到工作 不会说 可能读完台湾大学 真的只是读完大学 不会说 后面没什么得着 其实也不是 淡江英文是 其实我们有分不同专业的方向 我们的教学方式 主要是讲课 例如讲课 都是一对多 有时候有些实际的联系 有时候会有些少了报告 有时候可能真的会写论文 但真的比较少 有些实际的练习 实际的练习 可能老师会说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两个小时 你第一个小时 一回到他会给个题目 你跟他说 说我们一小时后 大家都要准备出来演讲 然后可能要在一小时中 准备十到十五分钟的英文演讲 作文有时候也是这样 一开始就会给个题目 你跟他说 你四十分钟后 要交一篇一千字 或者八百字的作文 其实他会很紧臭 你不会说学不到东西 老师会很希望 你会学到真的东西回去 不会像如目混珠 论文 大家可能在大学会很害怕写论文 其实台湾写论文真的比较少 他写论文要到Sexy 才会比较多论文 其实最多最多都是写短的 三四八字的课程 其实跟香港DAC 写的课程可能差不多 如果真的要交论文 其实都是一千字到三千字左右 他就不说很多 然后到必修课 大学一定是有必修和旋修的 必修的话 我们学校第一童大语的必修课 会比较注重应用上或者文学上 大语会比较特别 会有Linguistic 即是语言学 然后我们学校有一童最特别的 叫第二外语 什么叫第二外语呢 第二外语是一个学校 希望除了英文能力之外 会有其他Language的能力 其实我们学校因为外语很出名 因为我们外语学院有不同的语系 学校就会给我们选 你要读哪个语系 有德、俄、法、日和西 我当时就读西班牙文 其实他会教你文化上 或者基本翻译 其实你说对他很深入了解 又不会 你说你学完这两年之后 他会比较像一个入门课程 你会有基础的能力 到大三大四的话 我们会开始学英国文学2 美国文学 然后有个翻译课 到大三大四学 其实希望我们会 开始找到自己想读什么 就选修同学 会选一些自己未来想做的东西 或是想读的东西 我们学校有几个专业方向 除了文学之外 我们有翻译、外交、教育、华语教学 还有教英文 其实我们学校对每个专业 有相对应的学分学程 什么叫学分学程 大学里面有很多名词 学分学程 很简单 就是你读完搜索上的课 之后你毕业的时候 除了你的毕业证书之外 你会拿到一张证书 叫做学分学程的证书 它会证明你在各个领域上 有相对的知识 或者没有部分的专业能力 然后我们学校的文学 因为我们学校已经很注重文学 没有文学的学分学程 有翻译、华语教学、教育、外交 如果大家想要申请的时候 最好是大一科学申请 如果大一科学申请 有机会会不及读 如果学校会说 你要成绩优异才可以读 如果大家说成绩不是很好 但有中上或中级 我觉得也可以试试 因为大学要多尝试 多了解你才会得到更多 不会四年只能读到你系上的东西 我读的话 我自己在读翻译学程 为何读翻译学程 之前也说了 因为我对翻译比较兴趣 加上我是中英语比较擅长 数学又不一样 最后我选了专攻口译 因为翻译有分不译和口译 即是指上和说话 我就选了口译 读英文是听你这样说的 有很多古英文 很多文学 本书是字典那么厚 其实字典那么厚 一定会有的 还要有几本 大家可能听完之后 不读了 其实未到那么夸张 其实老师也会选择某些 而且老师会解释清楚 就算读读读读 你可能了解不了 其实你可以上网找些学习资源 去增值自己 其实这个网上是比较出名的 就是Tag Tag Tag 可能大家有听过 为什么Tag 是学习资源之一 因为其实你读英文是 其实你平时的听读读读 可能不太够 你要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小朋友 你真的每一个字都听到 每一个字都明白 别人说什么 这时候Tag 就很好用了 比如说好像我这样 我读翻译学程 然后我们要练口语的时候 就要听到 Speaker 说每一个字 因为Tag 其实它的语速是比较稳定 加上它有中文的逐字告 和英文的逐字告 你就可以知道 Speaker 说每一个字是什么 别人怎么翻译 其实你会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你这个网上叫做VOA 它叫做 美国智姓 Voice of America 它是一个专业 比华人学英文的地方 其实会这样说 它会分为1、2、3 然后你会根据你自己的程度 去选择相对应的练习 甚至有时候可能会 紧贴生活 用一些新闻来做一些练习 给大家看 它也有一些是录音的练习 其实它是听读读读读 都会包含到 可以循序选读读读读 我们学校的课程规划 主要是分必修选修 其实每个学校都有它的毕业门栏 我们学校的毕业门栏 就是你要收完全部的必修读读 再收学校的Common Code 或者核心课程 再收三个学期选修 还有一些全面的选修 还有一些全面的选修 然后你就要再选择一些在外选修 才能读到 每个外语学员都有相对应的门栏 这些门栏 会是一些考试 譬如图义 一个tolfo 我们学校的tolfo 会求你每个程度 大 mentors 拖的国王是比较容易考虑,是MC,要750分以上 未来的出路呢? 我常说英文是什么都可以做 但你又不知自己做什么 我的学校比较多做补习老师 或者有些人到过教育学前做老师 或者做翻译之类,做什么都可以 因为英文是提供工具给你 你以后想做什么就拿着这个工具就可以 其实他不会给你一个明确的路向 如果印象比较深刻的读习 其实在我淡光读了这么久 我有三个比较深刻的读习 第一个叫逐步口译 口译里面是分逐步和同步 什么叫逐步? 逐步就是,譬如今天的讲者在录制中 那级员间就抄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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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到类型 无论是你带着他的耳机,听着他说什么 同时你的嘴是一直移动,一直运动,同步 这一堂会改变了我的方向,或有很多得着 我们学校有一个外交系 我们的口译每年会有最后一个成果报告 成果报告之后,考试会与外交合作 举办一个模拟联合国的会议 有些讲者会讨论他们的想法或争议 要即时翻译 《政治未来》 我刚才有提到,有很多不同的核心堂 比较特别是《未来堂》,我收集的是《政治未来》 《未来》是什么? 它是给你一个思考模式 你会以全球暖化来看好 以全球暖化来看好 你会想一下,为什么会有全球暖化 以后全球暖化会令这个世界如何 你会做出一些实出的计划 然后改变现阶段的状况 它是给你一个思考模式 它除了是给你做一些学信性上的事 它更多是教你怎样去思考 你走每一步 每一日生活,你都会用未留学的知识 最后一堂是台湾历史 在台湾历史上表达到 很神奇 其实每一天都有它的原因 每一天都有历史去追寻 台湾历史就是 《彩峰与塔查》这一堂会跟它讲一些 比较有趣的历史 在台湾历史上大学之后 上庄是一个比较不可划决的活动之一 可能会参加一些刑队 台湾的庄团是社团 他们是社团 就是医生宿营 我们会玩一些叫做奥历史 奥历史就是营生宿营 其实大学不去奥历史 多多少少一定会有遗憾 我们学校的奥历史会分为两种 一个叫做系宿营 即是学校的奥历史 学校的奥历史会比较纯 只是跟年轻人交流 不会说你会认识到很多其他人 你会认识到同一届的人 如果你是奥历史 你还有另一种 就是乔生社团的奥历史 我们学校有港欧会的奥历史 有马拉西亚人的奥历史 有乔联的奥历史 乔联是比较大的奥历史 叫做乔生的大型奥历史 因为你在里面会认识到不同的人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 大一到大四的人都会参与到奥历史 你会认识到不同年龄层 不同系 不同国家的人 你是会有文化冲击 你会觉得整件事很国际化 而且在奥历史上你会认识到最初最初的朋友 其实以我自己为例 那时候奥历史的队友 也是现在最好的朋友之一 因为在奥历史上你会认识到 那时候你会很想了解这个人 会跟他建立更深的友谊 可能是更适合的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让你去认识到一些朋友 然后就是合唱团 合唱团中学都有玩过 其实大学的合唱团和中学的合唱团不一样 中学的合唱团可能会唱一些古典歌曲 或者为了比赛而唱 大学的合唱团的换味性都会高一点 即是我们会玩一些音乐剧 或者有时会唱Akabella 有时会玩一些比较特别的音乐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唱非洲土著歌 也会唱一些日文歌曲 即使你不认识 我们会跟着拼音读 其实整件事是很好玩的 之后就是我们学校的港澳会 我大二就是Ear Two那一年 就做了港澳会的微孙 微孙比较像是 剪剪叠叠叠 然后做下手工 其实做港澳会 除了一些我们要帮人搞Akab 还有一些行政的辅助 行政辅助方面 我们会帮你们申请宿舍 会帮新生解决一些疑难习症 这幅图其实是我那时候 港澳会去做全台台湾 校友会 晚会的活动 其实这些活动 你是不上装 你是不会接触到 你都不知道 原来香港有很多人曾经去过台湾读书 你会觉得自己眼界开了很多 然后就会举办一些不同的活动 例如我们一天的小小游戏 我们叫大地游戏 然后会有游戏 然后会有Gradin 然后整群人都很热血的 穿同一件衣服 然后在那里有娃娃 然后我们除了会举办一些旅游戏 还会举办一些旅游戏 然后又会卖一下小饰 你就会看到我加了港澳的牌 其实港澳比特别是 你除了会认识香港人 你会认识澳门人 其实我一直都说澳门跟我们很相似 但其实你很少会认识澳门人 真的很认识澳门人 但你到台湾后发现很多澳门人 然后你会跟澳门人很友善 然后有时发现我们用字不一样 其实你都会慢慢地了解到不同的文化 我一年里的收获大概就是 我觉得会学到合作 或者会学到语言对视 语言处视 因为美生其实是一个从头到尾都要包办的东西 因为身身第一眼的海报是你 然后到场后的报纸都是你搞的 然后你会学到宣传是很重要的 或者美感其实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大生的时候就做了桥连的副会长 桥连不一样就是比较他在一个大的club 很多不同的国家都会加入 除了港澳新之外 还有埋西亚人 缅甸 韩国、日本 基本上叫桥连的人都会在桥连里看到 除了我们举办活动也会举办大型活动 例如景外新球旅赛 或者冬至晚会、春晚 大型活动 不像那会比较小型活动 还有一年副会长 没有什么得罪 其实是很辛苦的 但是很辛苦 为什么都要做呢 为什么都会去尝试呢 因为你不试过 你都不会知道他的工作量是什么 其实副会长比较像是 当会长不在 你当然是代替会长 其实会长在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 你除了辅助会长 你还会辅助每一个组别 辅助每一个成员 可能有时候 比如说 文书组 突然一个人不在 那就要支持他们 你会学到不同组的技能 那时候我们搞的 景外新球旅赛 真的很辛苦 因为从头到头 都是你的手脚一脚飽 你要做奖牌 你要记录他们的分数之类 其实是很复杂的 然后你会去 参加晚会 然后你会做一些诗语之类 当时就做了冬至的诗语 然后我们学校还会搞一个 叫做境外新闻物展 境外新闻物展 其实除了台湾新认识国地文化之外 其实都是比我们 香港人认识其他国家的文化 你会发觉 其实在一个学校里面 你会有一个小型社会 小小世界 你会认识到 每个人 然后有不同的文化 然后就是我的经验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 是半工半读家 富系 然后我会先讲一下 我的富系 富系的话 我负企管系 富系即是企业管理 比较像我们所说的管理 比较多 富系即是什么呢 富系即是minor 双主修叫double major 两种东西很相似的 但唯一不同 富系可能收的学分少很多 课会少很多 但是双主修的话 有百多学分 就是超级 因为一学分是一个小时 想想一下 四年内要收一百多个小时的课 双主修会要求你 读上那是隶属学院的核心课 譬如说 今天我是外语学院的 然后我去修读相关学院 但是可能他们的核心课 不一样 我就要再去修他们学院的核心课 是很辛苦很辛苦 所以我就选了富系 为什么会富系呢 其实 港东西都是为了就业方向 或者可能补一些 可能顾主觉得文科生的不足 但是其实 如果大家申请的话 都是在第一校期申请 因为 真是大意读的话 真是读到不知道读到什么时候 其实他那时候有要求我是80分以上的 平均分 然后我最后都是退了富系 为什么呢 第一件事就是 因为我加入了学分学程 然后我两边同学度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学分学程的一堂 然后最后选了学分学程 没有选到富系 加上其实 那个兴趣不一样也确立了自己的方向 所以就 没有了读富系 非是浪费事 或者浪费自己的精力 那时候半工半读 其实他们会叫做公读 其实我比较长期的公读 其实我已经做了差不多两年了 在学校的国际交流组 和警户组 其实他的工作涉猎是很多范围的 有行政 然后有翻译 基本上当你在学校打工 你会发觉 其实学校有个地方 会是你第二个家 其实如果大家会想来 台湾工作的时候 要申请工作证 工作证其实可以透过学校 问一下如何申请 因为都是在学校审核的 然后他的证 是要半年逐一次 每一次要给100元台币 然后他们现在的法定公司工资 是133元台币 一个逐头的 然后工作机会 如果我们有分校内公读 和校外公读 校外公读都是不外乎 可能做餐厅 搬一下东西 校内公读会学到的东西比较多 例如办公室 然后订阅 校内公读 大家要多些问 或者上校网 看看有没有相对应的工作机会 那时候都是这样找到的 工作内容 其实工作室都是比较像行政 或者是一个小型秘书 有时会帮老师做些事 测一下茶水 做事业 可能有时要翻译一些事 其实会做很多不同的事 会试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那时候就帮办公室做事业 其实那时候比较特别的就是 我们学校有66多年的校庭 然后就会请了公读生去做帮助 帮助 帮助是会被请去跟外宾一起吃饭 即跟客人一起吃饭 那时候就会吃到学校的宝贝 然后会去到101的很高的楼层 去看看 究竟 那个餐厅是什么样的 其实是很辣等的经验 然后学校总会 不时派月饼 派粽 其实那些学校都是 对国际学生很友善的 这个比较特别的就是 这张照片是在淡水的云门探 其实那时候是带客去看这个地方 其实那时候是一个叫做乔申房市的活动 其实它是教育部或者台湾官员 会过来看看乔申现在生活是怎样 就可以面对面对的沟通 除其之外 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很大型的活动 其实你做得公道商 你要很紧张每一件事 然后你要学到一些代人处事的东西 或者如何跟一些比较大粒东西 抗亚东西 其实它的得着就是 改变了我的心态 因为其实你第一天进去 其实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大型之后你回到工来 就会慢慢有自己的方向 慢慢去试不同的东西 就会决定到你后来想做什么 然后呢 因为英文其实当时有想过做老师 然后就会暑假那时去了小学做实习老师 那时就去了新北市的安康郭小 很难读 要广东话读 然后呢 当时的教育叫做大手牵小手 为什么要找这份工呢 其实都是多点问 你多点问你一定会找到工的 没有人会找不到工 其实都是问同学朋友 有没有工大事 他就说我刚好上年去了 一家小学做实习老师 然后就想要试一下 试完之后发觉 其实这份工真的很辛苦 其实他就比较像是 你真的体验不到整个老师的过程 你从早到晚都要工作 可能早上七点就要回到学校 然后就可能送小学放学后 你就可以回家 但其实你回家要备课 然后要改他们的作业 然后你可能还要教他们不同的课 比如说因为你只有一个人 然后你做他们的班主任之后 你要做他们的数学老师 教英语 教体育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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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规的老师就不太适合我 有些人会说不做老师,要做补习老师 他说了这句话之后 其实做补习老师会令一些有资源的小朋友得到更多的资源 会不会觉得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些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呢? 就会觉得我以后都不想做老师,不想做补习老师 反而可能会自己有限运的时间,更多会想做义教 其实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我接了一些自由职业 接着接了一些不同的职业 当时透过学校接了一个职业叫做淡水福尼磨砂国际思国节 因为台湾叫做FORMOSA 就是一个别名 那时才用这个名字来做口译 那时做的是随行口译 随行口译就是跟着同一个客户 跟着他去到哪里,你去到哪里,你去到哪里 接着要照顾他的饮食 你要去解除所有的疑难习症 就是一个比较挑战性的另类口的工作 然后就是台湾和香港的文化差异 其实大家都是中国人,但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有些不同呢? 首先是生活速度 其实香港来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快 而你去到台湾会非常不习惯 因为台湾根本就是超快慢 然后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开你的扶手电梯这么慢? 为什么要做事这么慢? 其实他就是,如果你是喜欢步伐慢的人 就会觉得很开心,很轻松 但其实,如果好像我这样,我是超急的人 就会觉得很辛苦 所以就慢慢习惯他的生活速度 之后就是所谓的人情味 大家常常会说,台湾人情味很重 大家都会很友善 其实我觉得香港人也有相对的人情味 只是香港人可能比较慢热 台湾可能比较热情 就算他今天不认识你,或者刚刚认识你 他可能会请你去他家 或者对你很热情 接着就是一些新闻报导 大家在家里会说新闻报导 其实香港新闻,大家都会知道 其实都是很正规的新闻 但是在台湾的新闻是非常奇怪的 好像会说一些很奇怪的新闻 譬如说,今天有只猫跌到地上 跳得很漂亮 曲线很漂亮 他觉得这是新闻吗? 他真的会什么都报一顿 距离感 距离感其实不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 而是他们对点对点的距离感 其实台湾是一个机车王国 就是我们所说的电单车 他们真的超级依赖电单车 譬如说街后和街尾 他们觉得很远,所以就要开电单车 从街头到街尾 他们觉得走过都到了 为什么要开电单车 但他们就是非常非常依赖电单车 然后就是比较特别 就是他们有健康保险 政府做的健康保险 其实乔顺都可以申请的 申请后就要付健保费 如果是第一个 要半年强才可以申请到 大一下学期 就可以拿到健康保险卡 叫做健保卡 当你拿到健保卡 如果没有健保可以提升 是400元台币 其实也挺便宜的 百多港元 其实如果拿到健保费 是150元台币 或是看牙医 或是看什么医生 其实你会觉得 40元都不用看医生 真的非常值得 然后有些食物上的差异 台湾食物都是偏油和偏甜的 其实大家都会常说 我吃御元会开心 鹽酥鸡 其实你到台湾真的会吃盐 真的真的会吃盐 你会反而觉得 我想喝茶 我想吃车里面 但是你反而会发现 很多台湾的食物 在香港你会运到 但是在台湾是运不到香港的食物 这些午餐肉也不会运到 而且台湾真的什么都可以加酱 最简单来说 7-11会找到关东煮 他们会加一堆酱 牛扒会把酱包裹成 吃牛扒也看不到肉 然后你会觉得好奇 吃东西这么重厚味 什么都加酱 然后你会发现 台湾的食物真的很单调 它只是炸食物和老的 无论是冰老味 热的老味 汤的老味 它全都是那种类型的食物 不会像广东菜比较多 这会很快就很快就会吃焰 对语言上的差别 其实大家都要说 香港也学了普通话 而且始终都是中文 其实我讲一些短的 大家都可能听得懂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他们会有很多用语上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画饭盒 他们会叫便当 然后比如说我们池羹 他们叫汤匙 你会有一次转换不到 或者好像我那样 我连了就会发香港那些 泰泰的用词 你会发现 对用语言的用语 其实它有很大的差别 加上其实 台湾其实也挺依赖用台语 其实那时候 堂堂就是要改MC题 老师会说ABCD 不是他说ABCG 为什么说ABCG呢 其实G在台语的发音就是D 然后他就会避免B和D 有一个可能理解错误 他就会说ABCG 但其实你一开始是不会听明白这些东西 但你就会很confused 加上其实他们很多很多用语都很奇怪 加上老师会有空就会说台语 你根本有时会听不明白老师说什么 然后有些英文上的差异 其实我们香港是学英式英文 他们台湾是学美式英文 其实你一开始有时会很不惯 教授说话的口音 或者用词 就是他们会 例如升级 他们不是升级 他们是升级 然后你就会很不惯 然后他们的发音又不一样 听法又不一样 譬如说 那时候我跟同学认识了好 究竟颜色怎样串 其实他们有时会很觉得 美式英文应该是对的 然后他就会跟你有点认识 当然老师可能会知道这个差异 但你可能跟同学上就会有这样的争执 然后到上班的时候即场的争执 不是争执 争执即是不同的地方 譬如说气氛方面 其实香港可能说 大家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去个位置自己吃饭 不会有很多沟通 但台湾不一样 其实台湾很注重办公室的气氛 可能我们的办公室会会议室一起吃饭 放了公室出去一起玩 但香港可能放了公室也是自己的生活 然后就是加班 台湾其实不会很喜欢叫你开OT 但香港不是一样 大家都知道香港很转入开OT 然后就是生活的甘苦淡 其实当你来留学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朋友是来家人 有而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你没有家人的时候 你就只得了朋友 然后其他人有些自己给自己压力 因为有时候可能觉得 我来台湾读书 某时候成绩失利 所以才去台湾读书 所以我要做一些事情 令自己有点得着 其实我觉得时间分配很重要 你太适合又不可以 太忙也不可以 好像有这样太忙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自己 好像没什么休息时间 然后就是可能要去旅行 因为台湾是一个很适合旅行的地方 就去了很多不同的旅行 这是台北的一个公路 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有同学 有银行车或车 可以上去看看 它的风景非常漂亮 在阳明山上 然后去了彭湖 彭湖是一个外道 其实风景真的非常漂亮 你能看到它是水清沙油 然后去了嘉义 嘉义是一个南部的地方 其实它是一个小渔港 然后有个高跟鞋教堂 高跟鞋教堂 非常漂亮 然后去了基隆的樊谷星空草原 台湾是一个很喜欢展览的地方 它有很多展览 比如说你住台北 你可以看看重烟有没有的展览 或者华山展览 如果是南部的话 高雄可能有博弈艺术中心 然后去了嘉义的阿里山奋起湖 然后去了横丁看一桌和彩虹 其实都在留学 其实你会发现 横丁其实是一个旅行挺贵的地方 然后去了鸢山 鸢山其实是一个小山 它是深不闲和桃园的中间 风景非常漂亮 但也很容易看到风景 然后去了台中的彩虹卷川 彩虹卷川 大家可能都会认识 但可能大家不认识的是卷川文化 台湾的卷川文化也很特别 因为它是一个村落 很多军人 这是我最后的心得和收获 我觉得永远在大学里面 都是离不开四个步骤 都是探索 因为你其实是用四年时间 给自己去回顾自己想做什么 去想想做什么 给个方向或目标自己 接着就是适应 因为你要去适应你的生活 去慢慢了解你想要什么 或者你以后想做什么 但是其实不要说不习惯就放弃 我觉得不习惯你也是要习惯的 因为你不习惯 你不会享受到当地生活 你不会觉得你是留学 其实大家都会说 我真的定不认了 不适应了 那怎么办 其实不适应的时候 可以多多跟人聊天 或者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回家 我觉得回家是另一条路 至于你自己选择 你不会说辛苦自己就可以 接着就是一些思考的过程 当你读了一年、两年 你会想自己想做什么 你以后想成为一个什么的人 你会这样想 如果你发觉 我现在走的路 好像不太适合我走 我读的是不太适合我读 我应该怎么转系 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想法 我到时真的可以转系 因为你勉强自己 真的不会有幸福 是令自己没有幸福 我觉得是一个过程 最后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想做什么 真的可以开拓自己的路 慢慢一步一步去找到自己的目标 找到自己的未来 其实大学就是最后你的结果就是这样 我最后想说一句说话 就是不要怕后悔 因为当你觉得后悔的时候 你已经学会了珍惜 其实我们经常说 我不想自己后悔 不想自己做什么 其实人很少不会后悔 因为当你做了100分的时候 你总做了180分 当你做了80分 你总做了100分 根本不可能不会有不后悔的时候 但当你后悔其实代表你懂得珍惜 当你懂得珍惜 就是代表你有活在当下 以上就是我的ROH感觉 多谢大家